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山以北的准嘎尔盆地 远离繁华 地广人稀 环境艰险 然而 就在大漠周边 雪山孕育出水草丰美的草场 牛羊遍野 美不胜收 历史上 这里紧临丝绸之路 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 千百年来 人们在这片广袤原野 演绎出无数动人的传奇 这片大地到处尖刻了文明的密码 见证着大自然一亿万年的沧桑巨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秋的准嘎尔盆地北园 壮美 高洁 如梦似幻 装点此番美景的 还有无数流传千百年的动人故事 其中一个有关神石的传说 为这片草原点染出极许神秘的色彩 当地牧民讲 草原深处隐藏着一种神奇的宝玉 它晶莹剔透 润泽光洁 宝玉不仅有驱病消灾的功效 而且上面还镌刻着祖先留下的蜜语 破解了蜜语 便能领悟到这片山川大地久远的过往 我国西北地区 特别是天山南北 盛产的韵石十分文明 然而 玉石矿脉 一般都深藏于崇山峡谷当中 作为我国第二大的内陆盆地 中杆尔盆地的大部分地区 都是黄沙遍布的荒漠 人际罕至 一些错落分布的沙岩风石地貌中 也不太可能出产玉石 那么 草原深处藏有美玉 这到底是雀有秦氏 还是空穴来风呢 复运县位于阿尔泰山山脚下 一大早 杜热村的牧民们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在库拉是位刚毕业的大学生 她今天的工作 是和母亲一起制作囊饼 作为当地人最重要的主食 囊饼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从小的耳濡目染 在库拉对和面发酵过程 都是烂熟于心 将面团擀成薄饼 用囊针刻上孔洞 是制作囊饼重要的一环 针刺的小孔不是为了美观的需要 而是便于快速烤熟 点燃木质细密的红柳汁 将囊坑烤热 带到柴火燃尽 就到了烤囊的最佳时机 在库拉的母亲熟练地将囊坯贴到囊坑壁上 15分钟后 面香味就弥漫到整个院落 经过烘烤的囊饼水分散尽 这样的囊饼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不变质 是当地百姓最便于携带的食物 带上女儿精心准备的干粮 在库拉的父亲骑上摩托车 与另外几位村民一起踏上行程 他们的目的地 是离家一小时车程的一处戈壁 一行人要前往那里寻找玉石 多年以来只要手头的活迹一松下来 村里的青壮年们便会踏上寻玉之路 草原戈壁藏有宝玉的说法 在阿尔泰山山南的村落中一直有流传 不过人们对玉石的说法不一 有人说宝玉千载难逢 价值连城 有人却说宝玉没那么神秘 其实不过是河滩常见的漂亮石头 萨尔布拉克村的沙勒塔纳 就是这样认为 多年来沙勒塔纳和家人 一直守护着一个秘密 萨尔奇斯河的支流 喀拉萨尔奇斯河里 有一种颜色嫩黄的鹅水石 只有每年秋季可以打捞 杀了塔纳一家秋天石 直接去市场上售卖 鹅水石 隐藏在喀拉萨尔奇斯河 人际罕至的河段 沙勒塔纳每次只带着弟弟 妹夫几个人去寻找 一行人需要先驱车一个多小时 下车后再背上皮筏 步行四十分钟 喀拉萨尔奇斯河夏季时水量充沛 9月下旬天气转凉后 雪山溶水水量变小 这是一年中下河寻找 鹅水石的最佳时机 厚厚的皮裤 能抵挡雪山溶水刺骨的冰凉 但也给下河的人带来风险 人一旦在河中摔倒 河水会迅速灌满皮裤 那样的话 单靠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从水中占起 凭借多年的经验 沙勒塔纳能准确感知到鹅水石的位置 每年他们采集的鹅水石 因为色泽温润 质地细腻 受到很多其实爱好者的喜爱 很多人甚至不远千里 前来找沙勒塔纳购买 尽管如此 沙勒塔纳还是坚信 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的宝玉 其实没那么神奇 不过就是自己捞出的鹅水石 这一天 在库拉的家人 沙勒塔纳一家 在不同的地方寻找着准嘎尔奇石 这片广袤荒凉 人际罕至的盆地 果真会蕴藏奇珍异宝吗 实际上 在科学工作者眼中 长期以来 准嘎尔盆地神秘的面纱 只是掀开了一角 地质工作者每一次科考活动 都会有所发现 初秋时节 地理中国设置组便跟随专家 进入了这片藏有无数未知的区域 李易祖 新疆煤田地质局 156煤田地质勘探队工程师 对我国西北的地理环境 十分了解 队员们了解到 有记载说 早在13世纪中叶 探险家便曾在茫茫的戈壁草原 四处找寻神奇的美誉 最终竟是无功而返 或许 关于神石的传闻 并不是空穴来风 但令人遗憾的是 几百年来 始终没有人确切地找到这种其实 不过人们在农贤放牧之余 还是寄希望于通过寻觅 能圆一个心中的梦想 传闻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 往往是值得推敲的 地质专家李毅组告诉设置组 出产运食的矿脉 往往与地下岩浆热夜活动有关 这种矿脉中常常加藏多种矿物 科考的目的 正是循着传闻的线索 探寻有价值的自然资源 资料记载 当年探险队的行进路线 是穿过准嘎尔山门的阿拉山口 沿着天山山路向东挺进 最终到达哈密绿洲 于是科考组决定 首先前往哈密市周边展开考察 距哈密市闹毛湖镇西北四十千米 是一片面积约三平方千米的荒漠 沙制的土壤盛产的哈密瓜远近闻名 考察组在这一带听说 当地人也曾在附近捡食到漂亮的玉石 并且人们还把这里称作宝石滩 一路前行 道路两旁没有一丝绿意 直射在戈壁上的阳光 格外刺眼 极度的干旱 将地面绘制成一张奇特而巨大的图案 李一族说地表巨大的网状印记表明 这里曾是一道河床 他告诉队员 哈密盆地内地表水的蒸发量 是降水量的十倍以上 许多河流只有春季有水 夏季便会完全干涸 河床裸露出来 收缩 军裂 呈现出的图景微微壮观 玉石往往是藏匿在河道当中 那么当地人寻找的奇石 会藏于这斑驳的河床中吗 沿着干涸的河床前行不远 大家眼前出现了一片碎石 远远看去 有几个人正在其间翻挖着什么 原来这是一群外乡的奇石爱好者 他们是慕名前来闹毛虎的 外乡人说 他们要找的石头个体不大 表面皱皱巴巴 但颜色鲜艳 外观特别像新疆盛产的葡萄干 收藏者们把它称作葡萄干玛瑙 真像葡萄干似的 李一族仔细端详 其实有浅黄 深褐 黄绿色多种颜色 一粒粒呈椭圆形 质地半透明 表面有叶脉状的褶皱 凹凸不平 但在阳光下每一粒都温润透亮 这更漂亮了 这真是巧克力葡萄干 黑色的绿色的 挺好 这种颜色 带红色的 带红色的 外乡人说 这种葡萄干玛瑙 只分布在闹模糊的这片荒漠 颇为珍贵 那么 这奇特的葡萄干 真是玛瑙吗 它们为什么只集中在 这个狭小的区域 又是在怎样的地质环境中形成的呢 李一组站起身来 环顾四周发现 在不远处的戈壁上 分布着一片风化的残破不堪的黑色掩体 大家走近端详 看到岩石上布满了细小的凹坑 见到这样的景象 李一组很快便有了解释 李一组说 这些孔洞与葡萄干玛瑙 有直接关系 那些美艳的小石子 就是从这孔洞当中 剥离出去的 李一组告诉大家 彩色的小石子 的确属于玛瑙石 一粒粒玛瑙石 其实藏有准干尔盆地 地质变迁的大秘密 他说 这些玛瑙的行程 要追溯到距今上亿年前 那时火山剧烈喷发 浓烟遮天蔽日 岩浆催生出 含有二氧化硅等矿物质的热液 大量进入火山岩的裂缝中 热液冷却 其中的矿物质通过复杂的结晶 最终固化在岩石中 一万年过去 当今的哈密地区 经历了海清海退 构造台生 冰川覆盖 洪水来贩等变迁 在这个过程中 包裹着玛瑙石的火山岩 被冰川 洪水裹挟着 到盆地低洼处 又经历上万年的风沙敲击 阳光炙烤 色彩艳丽的玛瑙石被剥离 被磨圆 散落到戈壁滩 并被流水 最终汇聚到一起 李一祖说 眼前这处出路的黑色玄武岩很重要 这些古老的火山遗迹表明 漫漫黄沙覆盖的大地深处 一定分布有断裂带 而接下来 通过研究科考组进一步确认 闹毛湖的北部和南部 均分布有各个时期的构造断裂 九元年代中 大地构造运动的挤压 加剧了岩浆热液的剧烈上涌 并将大量地深处的物质带到地表 得出这个结论 李一祖很兴奋 他告诉队员们 整个新疆地区东部和北部 构造断裂 沉进东西向延伸 这样的地质环境 会蕴藏多种珍贵的矿藏 而各类秦石的出现 便不足为奇了 由此 科考组决定 一路向西 进入准嘎尔盆地 这天的路途中 科考组邂逅了一位 其实收藏者陈师傅 陈师傅兴致勃勃地告诉队员 几年前 他在戈壁荒滩中 寻到了几块非常有意思的奇石 这块石头自然天成 绝无人工打磨的痕迹 我当时剪刀我都觉得很奇怪 这个石头弯弯地 特别像一个C 银文字母的C 最后我就想了 这个石头能不能给它组成 一句话或者一个字母组出来 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 陈师傅散齐了几块奇石 拼组成这个逼针的图标 经鉴定 这些奇石并不是运石类矿物 但质地非常坚硬 光润的外表则是在河道中 受水流和沙粒不断打磨而形成的 李易祖说 由于数千年来气候的变化 古河道多以干涸 并被黄沙掩埋 这时大量玉石深埋地下 难以被发现 古老的断裂遗迹 珍贵的矿物既然与水有关 那么如何能寻到古老的河道呢 在进入准嘎尔盘地不久后 科考组便途经一处大湖 马纳斯湖 万寝的湖面波光淋淋 然而四周无绿草 天上无飞鸟 整座湖一片寂寥 李易祖告诉队员 马纳斯湖当初曾是一座大湖 然而巨大蒸发量 使湖面近百年来急剧缩小 最终使古湖演化为今日的盐湖 这个地方在整个儿来说 是比较洼的地方 而且这条河 马纳斯河 发源于天山 今年累月的天山的洪水也好 雨水也好 化学水也好 把山上风化那些土壤 岩石还有岩分的 带到了这个马纳斯湖附近 最低的地方 原来盐湖的水和盐分 全都来源于马纳斯河 这些远道而来的矿物质 一直是这周边百姓 重要的生机来源 马纳斯湖海拔 约240米 李易祖说 湖区是一个典型的 处在断裂带上的断线洼地 队员们看到 周边的接地上 遍布色彩艳丽的历史 以及大范围的花岗岩分布 它们的存在表明 这片广大区域 历史上也曾经历过 剧烈的构造运动 李易祖告诉队员们 科考组行进的线路既是重要的商旅通道 也是古老的断裂分布遗迹 沿着这条路径西行 途中不仅各种矿物资源丰富 而且确实可能陆域 意想不到的奇珍异宝 这一天 科考组进入准格尔盆地腹地的 乌伦谷湖湖区 阿克阿热勒村 是湖边的一个小村庄 走进村中 队员们发现 这里家家户户 都堆放着大小不一的石头 小麦布里也在进行着交易 人们悉心护理这些石头 相互比较着质地 色彩 然而 这些石头看上去 并无新奇之处 村民告诉科考组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 有着非同一般的来历 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位学者 近年来的一个发现 李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野外考古发掘和研究 当年 正是戈壁草原其实的传说 吸引它来到了准格尔盆地 戈壁环境艰险 随处可见的五颜六色的起石 并没有让李肖流连 然而 一块貌不惊人的石头 却让它眼前一亮 乍看上去 石头的外观 色泽与常见的戈壁石 并无二致 我一看 我说这个挺好 我也在那看 结果突然就发现了这块 石器 李肖凭着专业的眼光 发现这块石头底部平整 上部有切割的平面 整个石头如同一个龟壳 极像是人为打质的 比如一个圆石头 它中间劈开 它把这个背面 这中间有一个平台 再给它打掉 打成一个人工台面出来 李肖敏锐地意识到 眼前的石头 非同寻常 石有八九 是一件石器时期 遗留下来的器物 就这种龟背形的石盒 像乌龟背一样的 它就形成了很锋利的刃 然后它就可以把这个钻到手上去砸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手斧 此后 经过细致的研究比对 考古界证实 这是一件数万年前古人类打之的石具 这一发现引起轰动 接下来 李肖在福海县 与荷布克塞尔蒙古次治县等地区 有接连发现大量古人类遗址 这些发现标志着 在久远的石器时期 新疆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 同时 各种迹象显现 那时的准嘎尔盆地 及周边区域 自然环境 与现如今有着较大差异 看似普通的戈壁石 却记录着古人类 古环境的丰富信息 李一族在仔细观察后确认 这些记录古人类密码的荒漠奇石 是二氧化硅含量很高的 变质结晶矿物 它们是强烈构造运动中 高温高压环境锻造的产物 质地异常坚硬 它们曾深藏地下 漫长的自然演化 使之出路地表 而它们被烈焰锻造出的强刃 最终被准嘎尔盆地最早的先民 奉为天赐之物 伴随它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所以我会说 续积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中 与此同时 地球的伟大力量塑造了这片大地 光彩夺目的自然樱化 催生出丰富而灿烂的文化 让我国的西北边陲新疆 成为专业人士探秘自然的圣地 和无数人心持神往的诗和远方